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有这样的高品质 每道珍珠收获的时刻 都是这些棒农最忐忑的时候 棒壳打开之前 谁也不知道 里面的珍珠是什么样 不要说同一个池塘里养出来的珍珠 即使是一个棒体中开出的珍珠 品质 也会天差地别 这都是刚刚采出来的珍珠 这些珍珠 这个珠是特别漂亮 这是最值钱的 对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珍珠棒开出来的珍珠 都有这么好的品质 不夸张地说 珍珠养殖也是靠天吃饭 这个珍珠 这些珍珠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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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珠 为要是根据的 他是自古人故障 น世的 Nineveh 给他们违纳之列 赵才能够 进行为 尚能够 但是 这些珍珠 而那些珠珠 是最值钱的 就是 珠珠 很赵才能够 这些珍珠 这些珍珠 是 《尚我娘》 也无论 在为 这样小的珍珠 珍珠长成这样 势必卖不出好价钱了 真正高品质珍珠的价格 是以科技算的 些许的差别 就会导致珍珠价格巨大的差异 究竟什么样的珍珠 算好珍珠呢 判断珍珠的品质 就是三个字 圆 光 大 越圆的珍珠价格越高 越有光泽 瑕疵越少 越大的珍珠价格越高 这个珠子很漂亮 这两个晶星对比你看看 这两个晶星对比 这个8到8.5的和 这个12毫米的这个珍珠 它的直径相差大 同时它的价格相差更大 那么这两个珠子 两个进行对比的话呢 都很亮 但是价格相差一点点 它的价格就相差很远 那么相差这么大 它要相差十倍了 夏清华是江西省辅州市南城县这一带的珍珠商人 家族世代从事珍珠生意 点就了一眼释出好珍珠的本领 俗话说珠圆 玉润 珍珠的形态以正圆形为最好 这种最为珍奇的正圆形珍珠 被称为走盘珠 走盘珠 珠走盘 珍珠滚动 盘不动 走盘珠会在盘子里滑动很久 珍珠肯定是越圆越大越亮越贵 你看像这个珠子圆大亮是最好的珠子 而且是最昂贵的 最速追捧的 那么你们有听说过走盘珠吗 最昂贵的珍珠是叫走盘珠 放在盘子里面它是不停地旋转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珍珠女将这种珍珠盒插入珍珠棒的外套膜内 之后珍珠棒会分泌一层又一层的珍珠质 将珍珠盒包裹起来 植入的珍珠盒是什么形状 最后形成的珍珠就是什么形状 为了形成正圆的珍珠 养殖户们会先将圆形的珍珠盒植入珍珠棒内 有了圆盒作为基础 珍珠长成圆形的概率自然更高了 而这种植入棒内的扁平珍珠盒 由于长得像钮扣 之后长出的珍珠便称为钮扣珍珠 植入珍珠盒后 还有个关键的步骤不能忘记 就是将细胞小片一起放入棒中 只有这样细胞小片才会包裹着珍珠盒 形成珍珠囊 分泌珍珠质 以上这种方式长出来的是有核珍珠 人工珍珠里还有一种叫无核珍珠 这种珍珠里不会放入由被壳磨成的核 里面只会植入珍珠棒外套膜的 上皮组织细胞小片 一般是二十来片 二十一片 还有根据棒大小 如果棒大的话可以多差一两颗 小的吗少差一两颗 这个因棒而异的 未来随着珍珠质的分泌 这种细胞小片会被珍珠棒所吸收 最后形成的珍珠就没有内核 这样的珍珠也被称为无核珍珠 人工植入珍珠盒之后 这些珍珠棒就要放进网兜里 放回池塘中 池盒后的珍珠棒必须竖着摆放 是因为如果将珍珠棒平躺 所植入的珍珠盒容易被吐掉 因此必须用两边的网片将它固定住 网兜上方是浮标 将装着珍珠棒的网兜 系在帮着浮标的绳子上 吊在池塘中 珍珠棒必须养殖在水体的上层 这是为了保证珍珠棒得到充分的阳光和食物 珍珠女植核的技术 也是养出高品质珍珠十分重要的因素 每到四月 孙师傅都会请手艺最好的珍珠女 给珍珠棒做手术 但即使这样 孙师傅的珍珠还是越养越差 这是为什么呢 人工植入圆形珍珠核 大大提高了圆形珍珠率 然而这只能改善珍珠的形状 但并不能保证养出来的珍珠足够大 中国有十万多人 从使珍珠养殖 很多人都遇到了和孙师傅一样的困境 中国是淡水珍珠养殖大国 现如今 90%以上的淡水珍珠就产自中国 在公元11世纪成书的文昌杂录中 就已有了关于珍珠养殖的记载 直到现在 中国的珍珠养殖业 已经十分成熟 但是 中国珍珠的品质 在世界范围来看 却并不高 中国淡水珍珠起步很早 近代零物养殖淡水珍珠 我们占世界珍珠产量的95% 但是我们的产值 只占世界珍珠产值的5% 产量是95% 产值只占5% 跟你说我们的珍珠品质 差到什么地方去了 中国所产珍珠的品质不高 这一情况早已引起了 徐毛喜的注意 徐毛喜江西省福州市 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珍珠行业已30多年 如何培育出高品质的珍珠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关注着这个问题 中国淡水珍珠的品质 为什么不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讲述 在中国 孙师傅等大多数养殖户 所使用的玉珠棒 都是三角翻棒 棒源品种单一 导致珍珠棒养殖 出现了种质退化的情况 种质退化 指的是珍珠棒 没有进行科学的两种选育 多年来始终是单一品种 且近亲繁殖 使得其玉珠性能降低 长出的珍珠颗粒变小 品质变差 除了珍珠棒品种单一 珍珠养殖方式也出现了问题 珍珠棒棒病频发 在珍珠养殖户当中 又称为棒温病 一旦一只珍珠棒发病 它会迅速传染给同一个养殖区域的其他珍珠棒 造成整个区域80%至90%的珍珠棒死亡 仰值户们极有可能颗粒无收 基本上这个棒温病一发生 一个场 一个水域 一个流域 都是费灭性的 甚至是一个流域 也就是这个水流到哪里 这个病就传到哪里 有这么厉害 不发病可能赚钱 一发病 全球覆没 好好的珍珠棒 为什么会生病呢 原来这和有些养殖户 没有科学的养殖珍珠棒有关 也是处于当时国际国内 珍珠市场前景很好 价格持续上升 现在一百多块钱一斤 那个时候是一万多块钱一斤 价格也这么高 而且那个时候发的养殖成本很低 市场吸取量也很大 由于珍珠的市场前景较好 许多人都开始养殖珍珠棒 但人工繁殖的棒周期较长 为了尽快获得到天然水域 养殖户们纷纷捕捞天然水域的天然棒 这种天然棒捕捞之后只需一个月就可以做手术 接种珍珍珠和 而人工繁殖的棒则需要先养殖一年半到两年 捕捞天然棒 这个本身对棒的法省上就很大 再加上它的鸡压 运输 这个棒本来是好的 但是捞来以后 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赞养和分养 这个棒就很容易造成死亡 这个死亡的棒就能产生一些病菌 病菌传染很快 不科学的养殖方式导致珍珠棒棒病频发 那么是否有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能够孕育珍珠的天然三角帆棒资源日益枯竭 而人工养殖三角帆棒又存在养殖密度过大 过度投胃造成水质污染的问题 这就造成三角帆棒 棒病频发 再加上单一品种近亲繁殖 没有进行科学两种选育 导致种植退化 这些问题都极大的影响了珍珠养殖业的发展 珍珠养殖行业面临危机 如何才能挽救当地的珍珠行业 养出大珍珠呢 创新践行时 下集继续揭秘